过来 苏西走了过来 我先跳啊 等一下我在下面截着你 敢跳吗 你在开玩笑吗 没有 敢不敢跳 你跳吧 灵九泽侧头吻了吻她的脸 别怕 有我在 不会让你受伤 而且会很有意思 灵九泽推开窗 回头看了她一眼 抬腿跳了下去 宝贝 跳下来 普通一声 她落在男人怀里 男人双臂稳稳地抱住她的腰身 紧紧护在胸口 两人拥抱在一起 看着彼此 无声笑开 苏西如画的眉眼里藏着一抹醋霞 脚霞灵动 唇脚弯着 像个偷吃了糖果的孩子 灵九泽心头似是被蚂蚁遮了一下 那抹青痒 沿着四肢百骸流窜 她眸光一深 低头吻在她唇上 苏西刚闭上眼睛 便听到灵一诺在喊她的名字 她匆忙从灵九泽身上跳下去 我该走了 你怎么回去啊 我从一楼进去 别担心 我有书房的钥匙 苏西点点头 对她摆了一下手 向着灵一诺的方向跑去 灵九泽站在那儿 待看到苏西的身影彻底消失 才微一勾唇 转身向着前院走去 刚才还不觉 此时才知道方才两人的荒唐 久违的感觉 让她心情格外愉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